大家好我是温小叔 今天中午做了非常好吃的公包虾仁 而且做法简单 关键小朋友也能接受的辣度 酸甜适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做看看 像这种虾仁是不需要提前解冻的 直接用清水这样冲一下 它等一下就会变软 小火过后我们用厨房纸 把表面的水分洗干 比较腌制的话比较入味 腌制我们就加入姜片 葱段 然后一小勺盐 上了胡椒粉 再来少许的松茸鲜 我们抓拌均匀 因为虾仁我们是等一下裹粉炸了 所以我们就料酒不要加 就用葱姜代替就可以了 腌制个10分钟 料头我们就准备葱姜蒜 切片就可以了 葱我是准备了一小节这种大葱 一圈 再准备一小撮的这种花椒 点点就好 怕小孩子不敢吃 甘辣椒断也准备一点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公包汁 来少许盐就可以了 糖的话要多一点这种大勺子一勺 生抽一勺 九度米醋一勺 少许老抽上色 玉米淀粉就是一勺 清水就四勺 一包虾仁是200克 然后我们的比例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调出来的做出来的公包虾球 真的超好吃 做公包鸡丁也少不了这个花生米 然后虾球我也加一点 这个就是去超市随便买这种原味花生就可以了 去皮的这种 虾仁腌制好过后 我们要把这个葱姜给它挑掉 我们再裹粉 这些是不用了 用生粉裹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 我用的是玉米淀粉 要裹得厚一点 因为等一下要炸 随便抓一抓 你看就裹得很均匀了 这样炸就可以了 油温烧到这种盛热 我们就可以下入虾仁炸了 炸的话我们就中小火炸 因为它熟的比较快 然后现在要动它了 那地形过后我们再翻动 中小火炸了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给它捞起来 不炸一下 等下会更脆脆 然后油温升到七八成 给它炸个五六秒就可以捞起来的 抖一抖 把多一点油给它灭掉就可以了 这样打出来炒得好看 锅里我们重新来点底油 先下入这个花椒给它炒一炒 然后我们再下入干辣椒段 跟这个葱姜蒜 炒这些料火的时候 小火炒就可以了 避免给它炒糊了 闻到香味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酱汁 给它先搅拌搅拌再倒下去了 先给它熬个一两分钟 熬到浓稠 哇好香 一定要熬到浓稠 你再倒虾仁 等一下它一个酱汁 就会满满的 裹到这个虾仁上面 你就好吃 熬到这种浓稠度 然后最后我们再下入这个虾仁 还有这个花生米 把它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超级推荐的 煎了几块这个迷迭香小羊排 然后胡瓜炒花隔 这个是蔬菜丸子汤 跟牛肉丸 跟墨鱼丸拼的 还有小孩子爱吃的蒸蛋 这个就是最好吃的公豹虾仁 开吃 哎我忘记把这个给它扯掉了 我先拿个汤匙 我先拿个汤匙 一袋一袋 扯塑一下 吃吧 吃吧 好吃 还有这个羊排 还有羊排 这个 羊排 羊排 哇哦 布丁 有点香 给你试一下 我今天的羊排 那墨鱼丸也好吃 放得完你了 难过还要放在这边 我也要墨鱼丸 好的 妈妈你看你注意一遍好了 妈妈注意一遍 一会下雨一会晴冷 这个天气好奇怪 妈妈你看这样蛋炒饭 胡瓜还挺好吃的 妈带这个 对啊很甜的 他去哪里买的 胡瓜还要吃 这是胡瓜 羊排这个 他夹一点 他爱吃 再吃一个 再吃一个 别干嘛 吃饭吃 多门非劲 多吃点肉 不要胖 不要吃东西不要苦了 吃不过了 不要胖 哎呀 你就是太瘦了知道不 越胖越好 对啊 如果你是我奶奶生子 等下你越胖越胖越 眼睛越变好 咱们慢慢试试 咱们越胖越 眼睛越变好 对啊 就会变好 眼睛就不会见似 眼睛变好 我不是要把整个肩胖背 我只要把那男和和的部分念 好 反正就是念通顺就可以了嘛 嗯 差不多 吃不吃咬就好 妹妹你这样想当什么职业 老板 要咬人吗 咬人你想要当什么肩辣 将来看 将来再看 那你还问我正式的 你一定要吃饱了 妈妈吃完啦 我快帮你剃的 要去洗手 我快帮你剃的 对对对 我吃完啦 你慢慢靠 准备了 妈妈 我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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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满路了 我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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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满路